你为什么会拿别人的照片 因为 你大不了不给就算了 你干嘛给他一个期望呢 因为当时嘛 他和他男朋友分了之后 我就劝导他 完了慢慢的 我喜欢上了他 直到后来喜欢上了他 他给我要照片 我就害怕了 我就想啊 我说如果给了我的照片的话 给了我的照片 我不知道能不能 他还跟我聊不聊了 我是真是想爱而不敢爱 但是后来我就又想 如果给我朋友的照片的话 也许我们两个还能继续聊下去 这件事确实是我不对 对不起乔荣 这个对不起是要说的 网络本来就是虚拟的 我们更不能以虚假的资料 来代替自己 很近 我真的特别感谢你 这一年多的陪伴和关系 我觉得没有你 我可能走不出失恋的阴影 我觉得你真的特别好 真的特别善良 那你是否还要告白呢 还要告白 好 我觉得 我觉得告白就没有必要了吧 怎么没必要了 我觉得你以后还会找到 比我更好的 等等等等 不说这个话 不说这个话 从某些角度上来说 你比好多男人都强 至少你在这个聊天过程当中 你是真挚的 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 特别真诚 特别善良的男人 来 为他鼓个掌 谢谢 谢谢